这是香港最好吃的烧辣店 口味一绝 就像现在的网红 可惜因一桩血案关门 很多不知内情者还感叹 再也吃不到那么好吃的肉了 老板最近脾气很差 因为妻子已经离家出走七天 毫无音讯 直到这天一个女人来到店里 送来老板娘的亲笔信 我走了 别来找我 可老板只看了一眼 立即满脸惊恐 虽然附着妻子的照片 但那刺激根本不是妻子的 于是他惊慌报案 可警察询问他 妻子有没有什么仇人士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又沉默地低下了头 看来老板本身就很可疑 果然 警察之后去店里调查 从服务员口中得知 老板娘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仇家 他带人和善 从不吵架 反而老板烂赌成性 还是个渣男 多年前还完赌债后 又和女店员阿珍混在了一起 还把绝命烧辣配方交给了他 老板娘知道后和阿珍大吵一架 不料阿珍离开后 用老板的配方 在对面开了一家烧辣店 生意更火爆 味道居然比这家店更好 警察听到后 当即意识到阿珍有重大嫌疑 于是警察来到阿珍家 邻居告诉警察 他已经好多天不出门了 警察敲门半小时 门才缓缓打开 警察向里一看 黑暗之中 一个恐怖的面孔缓缓抬起头 一看就是烧伤 已经两面金黄 阿珍解释 自己这是在家做烧辣 不小心烧伤 190多斤的人烧成这样 你告诉我 得用多大一口果 之后警察进入房间调查 发现满屋一股浓浓的烧烤味 卫生间里 天花板已经被熏得发黑 地板也被高温烧裂 看来 这就是阿珍所谓 做烧辣的现场 警察将阿珍带回警局 可对方心理素质极高 不承认自己杀了老板娘 看来只能从老板口里找线索了 警察将老板传唤到了警局 都知警察已经掌握了自己和阿珍的事情后 老板下的改变了态度 当即供述了一切 原来老板当年烂赌成性 借下了很多赌债 幸好他遇到了富家女阿珍 老板天生英俊 又会哄 会骗 让阿珍甘愿为他还了巨额赌债 两人还瞒着老板娘发展成了地下情人关系 甚至有了一个十岁的女儿 未能多见面 小三以服务员的名义来店里打工 远被十年都没发现 可只包不住火的 店员们发现了两个人的关系 偷偷告诉了老板娘 老板娘开始不信 直到这天来店里 七年撞见了两人的举动 当即内心崩溃 这才导致了之后的冲突 那天吵架之时 阿珍曾扬言杀了老板娘 可老板却认为自己了解阿珍 他信服心善 不会做这种事 但警察从他的话里面得到了启发 那就用信仰攻克他 凶杀案现场摆上贡乡 在布置上法器 警察要在这儿为老板娘招魂超度 嫌疑人阿珍被蒙住头带进房间 警察便让他祭拜老板娘 在这灵力的心理攻势下 果然阿珍房线很快就扛不住了 出于恐惧 吓得跪在地上 疯狂求饶 看来凶手是他没错了 只是活要见人死要见死人 他不承认是凶手 必须找到证据 阿珍十岁的女儿就成了唯一的突破口 果然 他们从女儿口中得知 阿珍曾在几天前让女儿去野外丢掉一些沉甸甸的垃圾 警方立即前往搜索 果然找到了几个黑袋子 打开一看 里面装的正是一部分老板娘 虽然并不完整 但不影响定罪 现在动机人证和物证齐全 阿珍无法再狡辩 内心终于崩溃 向警方合盘供出了一切 原来当天吵过架后 阿珍便离开了烧辣店 准备冷静一下 妻子向丈夫提出 只要肯改过自新 和阿珍一刀两断 便会原谅他 可老板却犹豫不决 毕竟十岁资生女的事 妻子根本不知道 老板娘气不过 再次找到阿珍 两人爆发激烈争吵 而就是这一次 让他对老板娘产生了杀心 第二天 他以谈谈为借口 将老板娘带进了自己家 可很快 老板娘就再次破口大骂 只是他不知道 自己已经进了虎口 阿珍扑上去 将老板娘按住 再用绳子死死地 勒住他的脖子 两个小时后 老板娘没了呼吸 这一刻 阿珍却没有害怕 因为他终于可以转正了 剩下的只是 如何处理尸体 他忽然想起 老板教给自己的烧辣技术 把内脏烧干 就没那么可怕了 于是在烧辣店 对面开了一家新店 之后便是放血 焯水 烧酒入味 也许是老板娘死不瞑目 制作过程中 火焰太大 剩余部分被烧焦 阿珍也被大火毁容 剩下的残骸 才没有继续做 被他打包 匆匆扔掉 这就是整个案件的全过程 警察听完 当即反胃 从此全城最好吃的 两家烧辣店关门 很多人惋惜 再也吃不到 那么好吃的烧肉了 故事到此结束